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 今天是几月几号了 大家记得吗 已经8月了 刚才中兵弟兄也提到了 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暑期呢 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暑期呢 觉得开不开心啊 大家觉得开心吗 有没有和神在爱中相遇呢 你们有没有与神在爱中相遇 但其实可能有些人已经不记得了发生什么事了 可能有些人已经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2021年8月了已经过了8个月 2021年已经过了8个月了 不知道你还记得过去这8个月做过什么呢 你是否记得在过去的8个月你做过了什么 有些人有很多的目标 有些人可能有许多的目标 我们看看这个PPT 可能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多的计划 可能在我们一生中有许多的计划 我不知道你们的计划 我不知道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每年的计划呢 姊妹们 每一年的计划在姐妹当中 可能都会有第一行 就是瘦到90斤 那弟兄就可能要做一番事业 弟兄可能说我要做一番事业 要有好的工作 有一个好的工作 姐妹希望越来越 就是要保持健康 对吧 姐妹希望自己越来越健美 越来越漂亮 子女越来越乖 越好有成就 子女越来越乖 越来越有成就 向着这些目标去做 我们都会向着这些目标去做 一般来说做到一半都会停的 可能一般来说做了一半就会停止 看圣经也是 看圣经都是这样 一看到出埃及就出不了 你看到他们一出埃及就出不了 所以大家有没有买健身器材在家里 大家师傅有买健身器材在家里 我家里都有跑步机的 我家里都有跑步机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目者说呢 我曾经听过一个目者讲 他的跑步机呢 他的跑步机 买了回来不是 他的运动是怎样的呢 在他买回来之后 他的运动是什么呢 他跑步不是真的跑步 是他老婆常常把跑步机搬来搬去 就是他的运动了 他的跑步机不是用了跑步 是他的太太整天帮来帮去 就是运动了 因为他买回来不用 因为他买回来不使用 又阻定 他又障了地方 那他家人就常常把跑步机 收到这里 最后那个搬的动作就是他的运动了 他们家里就把跑步机整天 搬到这里搬到那里 这个就是他的运动了 我们是否会遇到困难 我们就会放弃呢 我们是否遇到困难 我们就会放弃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立刻放弃的时候 那我们是否不能够坚持 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马上放弃的话 我们是否能够坚持 刚才唱的很多诗歌 都叫我们坚持到底 刚才我们唱的诗歌 都叫我们坚持到底 我们先祷告 我们来祷告 原来我们今天藉着神的话语 不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不要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 最重要不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目标 最重要不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目标 而是跟着神给我们生命中的目标 原来我们今天看清楚 愿我们今天能够看清 我们跟随的是哪一位 我们今天跟随的是哪一位 而我们能不能够去跟随到底 我们能不能跟随到底 要是愿主耶稣基督的补血遮盖我们 愿主耶稣基督的补血遮盖我们 求祢洁 求祢洁 愿祢的话语 能够蒙你愿纳 能够蒙你愿纳 能够听得懂 能够听得懂 感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字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讲的是哈该书 今天我们讲哈该书 主题讲到你跟随到底 或跟随 和跟随到底 相信大家都看过哈该书 这个小仙之书 相信大家都看过哈该书 这个小仙之书 它是小仙之书其中第二短的一卷书 它是小仙之书其中的第二卷书 它虽然短了两张 它虽然很短 但它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它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在主持538年 在主前538年 他们被弩了之后 他们被弩之后 再回到以色列国 当他们再回到以色列国 当时哈该书先知 已经年纪 有上一年纪 当时哈该书先知的年纪 已经到了一百年纪了 当时波斯王 容许他们这班被弩的渔民 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 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 他们很快就回去了 很快他们就返回了 而且也很快就重建了 开始重建这个殿根基的工作 很快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根基的工作 但他们一做的时候 但是他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受到很多的阻挡 他们受到了很多的阻挡 不单只是自己的问题 不单是自己的问题 也受到很多外来的阻挡 他们也受到许多外在的阻力 所以他们很快已经停顿了这个工程 所以很快他们就停下了这个工程 一停就停了十几年 一停就停了十几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的第二年 就是主前的522年 就是主前的520年 先知哈该再次鼓励他们 先知哈该再一次的鼓励他们 叫他们出来 去重建 就成为哈该书的第一章里面 一节十一节 就成了哈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到九节 简单地讲一讲第一章 当然我们讲了这个第二章 我简单地讲一讲第一章 我简单地讲一下第二章 上帝就命令和警告他们 上帝命令并且警告他们 就叫他们 你们为什么做不起我的圣殿 他说 为什么你们还不起我的圣殿 子民回答什么呢 是时候未到 时候未到 时候未到 时机未成熟 时机未成熟 其实这是惯性的推托 其实这是一个惯性的推托 他们不是真的觉得时候未到 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觉得时间未到 为什么时候未到 因为已经容许他们回来重建了 不是时候未到 因为已经允许他们回来重建圣殿 神不时时间未到 神讲出了他们真正的原因 神讲出了他们真正的原因 他们说你们各人 只是看顾自己的房屋 神的电是荒凉 然而神的电却是荒凉 就是说他们是看重他们自己的事 多过自己 多过神的电 就是说他们看重自己的事情 多过看重神的电 所以神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所以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选择自己的道路 选择自己的道路 意思不是说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意思并不是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叫你回想 省察你就是回想下你们在做什么 然后好好再选择多一次 你应该要做什么 然后再好好地重新选择一次 你要做什么 他们离弃了神 他们再次放弃了 本来他们是被掠的 现在回来了 本来他们被掠了 但是他们现在回来了 本来满怀热情的 回来是起圣殿 本来满怀乐情地回来重建圣殿 但很快他就觉得 我要住舒服点 但是很快他们就说 我要自己住舒服一点 就忘记了神的电的工作 他们忘记了神的电 所以神说你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所以神说你要省察自己的道路 要选择自己的道路 他说得工钱的 就会破流 好像你赚了就会没了 他说你们得工钱的却会 遗漏就会 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做什么都不会再顺利了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再信你了 因为神的祝福远离他们了 因为神的祝福远离他们 其实神要他们做事不是想要他们捱 其实神要他们做事情并不是要 要他们辛苦 不是要他们努力 并不是要他们牢牢 相反是要祝福他们 相反神要祝福他们 所以神说你要上山去取木料 所以神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 去祝福那个圣殿 当然上山是要付上体力代价 当然上山是要背负上体力和代价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爬山 爬山一定是要付上代价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爬山 爬山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神是叫勸勉这帮子民 所以神要劝勉这帮子民 他们要回应 他们要回应 那藉着先知的警告呢 藉着先知的警告 他们23日后 他们23日后 很快啊 回应了神 他们回应了神 再次全心去敬畏神 去建这个圣殿 他们再次全心的敬畏神 去重启这个圣殿 神帝一个信息给他们 神给一个信息给他们 祂说你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 祂说你们要听从耶和华神的话 我就与你们同在 我就与你们同在 所以神是应许与他们同在的 所以神应许与他们同在 但是很快 他们本来已经将目标 转移回来建圣殿的了 他们本来已经把目标 转回来 他们已经踏出了信心的一步了 他们已经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 但是动工之后 但是动工之后 很快呢 很快 他们再次受到挑战了 他们再次受到挑战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的经文 就是二章一至九节 我们先看一至三节 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题 我们先看一到第三节 在第三节里面 在第三节里面 说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从前圣殿的荣耀呢 在这里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你们现在看到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中有一帮的 这帮以色列以前秘鲁的人 就是当中有一些 以前秘鲁的以色列人 当中有一些年长的 当中有一些年长的 他们见过以前圣殿的宏伟 他们见过从前圣殿的宏伟 就是所罗门所见的圣殿 就是所罗门所见的圣殿 他们这一刻 他们在这一刻 再重建一个圣殿 再重建一个圣殿 他们觉得很泄气 他们觉得很泄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圣殿是很宏伟 因为以前的圣殿是那么的宏伟 很壮观 非常的壮观 现在我起来干什么呢 现在我起来干什么呢 跟以前好像没有这样 跟以前比好像没有一样 所以神问 你们是不是 喜不在眼中汗如无有吗 所以神说 你们说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呢 是不是令到这帮人很灰心呢 那是不是令这帮人很灰心呢 他们觉得 哎 我起圣殿 根本不可能再好像以前一样的了 他们觉得说 我现在起的圣殿 根本不可能再像以前的一样 我们人是很喜欢比较的 而且人是很喜欢比较的 其实有比较都是好的 整天都想比人家更好 有比较有时是好的 有比较有的时候是好的 好像以前我们会想 我们的顺拜以前很多人的 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想 以前的敬拜我们很多人 这个是我们教会 但我不知道安多芬教会 我相信安多芬教会曾经 这里是坐满人的 我相信安多芬以前曾经是做满人的 我们喜欢比较 比什么呢 我们喜欢比较什么呢 好像这一幅图 好像这幅画一样 本来呢 牧师拿一盏花来 向我求婚 我很开心的 本来牧师拿了一树花来向我求婚 我很高兴 怎么知道中斌呢 拿一大盏来向旭真求婚 怎么知道旁边有一个人 拿了更大的花来求婚 我就立刻觉得 哇 那个好不行 我就立刻觉得 哇 我这幅画实在是不怎么样 因为比较 因为比较 人家那个专界 人家的那个专界 人家的那个专界 人家的那个房子那么大 人家的那个教会那么好 人家的教会那么好 人家的那个教会有那么多人才 人家的教会有那么多的人 我们很喜欢比较 我们很喜欢比较 包括这一帮子民 包括了这一帮子民 他比较所罗门的圣殿 他们去比较所罗门所建的圣殿 和他现在所重建的圣殿 是没有得比的 所以他们觉得寒如无有 所以他们觉得好像没有样 但真正 为什么会寒如无有呢 但是怎么会看为无有呢 其实哈盖就鼓励他们 其实哈盖鼓励他们 最重要的圣殿是有什么呢 最重要的圣殿要有什么呢 是要有神的同在 要有神的荣耀 要有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不是说 这个圣殿要有多美 相反如果这个圣殿没有神 相反如果这个圣殿没有神 我们所建的圣殿都是圣殿的 我们所建的圣殿 我们所建的圣殿 怎么漂亮都是图难的 就如一个人 就如一个人 他无论多么风光 他无论如何的风光 一个皇帝 但是一个皇帝 多么强 怎么样的强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汗如无有 因为他迟早都会受到神的惩罚 或者是审判 因为他迟早都会受到神的惩罚 他的一生仍然在神的掌管当中 他的一生仍然在神的掌管之中 我们无论做得好不好 我们无论做得好不好 我们无论相不相信 我们无论相不相信 最后仍然会去到神的当中 最后仍然会去神的当中 不能够因为我们的不信 不能因为我们的不信 就会改变这个事实 就会改变这个事实 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你想想 如果一个家庭 你的父母 见到一帮儿子 当你有十个儿女 如果你想想一个家庭 你的父母看到一个 你一个孩子好像看到十个儿女 好像这个家庭有十个儿女 有其中一个儿子很厉害的 其中的一个孩子很厉害 他什么能力都有 他什么能力都有 他真的去到很远的地方 自己建了一个王国 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自己建立一个王国 但从来不和父母有联系 从来不和弟兄姊妹有联络的 但是他从来不跟父母 不跟自己的弟兄姊妹 有什么联系 其他的有九个 其他的九个 常常在一起 常常在一起 常常去看一下父母 你有什么需要 他常常去看一下父母 看一下父母有什么需要 一起去同心去建立这个家 他们一起去同心的 去建立这个家 你觉得在这对父母的眼中 你觉得在这个父母眼中 哪一个才会看为五有多一点 他山高皇帝愿 好像很有能力 那个山高皇帝愿的那个人 看过去很有能力 但他缺乏了和父母的联系 但是他缺乏了与父母的联系 反而是神是何如无有 反而在神眼中看为五有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在圣殿 当时的哈佳就劝勉他们 所以当时在起圣殿的时候 哈佳劝勉他们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神的同在 他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同在 也都劝他们 也都劝他们 刚强壮胆 是不停劝了他三次 你们当刚强壮胆 他不停地说了三次 你们当刚强壮胆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的确有时做神的事 我们是会惧怕的 我们的人生也会有点艰难 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 也会遇到艰难 不是经常都这么如意 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么如意 我们想做 但未必立刻可以做到 我们想去做 但是未必马上就可以做成 不要说他们现在重建圣殿 这么大件事 不要说他们重建圣殿 这么大的事情 就算我们维修 我们都害怕 就算我们现在维修 我们都觉得难 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 有漏水了 相信都是很多年的事情 相信已经是很多年的事情了 我看着那些弟兄爬上去 我看着那些弟兄爬上去 我都看着他们害怕 我都看到很害怕 求神保守住 求神保守 但我相信神是看错我们的心 但是我相信神看中我们的心 一些无形的害怕 一些无形的害怕 一些很实在的害怕 一些很实在的害怕 神应许 神应许 我会与你们同在 我会与你们同在 所以神的灵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惧怕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需要害怕 在第六节节那里讲到 在第九节那里讲到 他说过不多时 他说过不多时 我再一次会震动天地 我再一次会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真宝必都云来 万国的真宝必都云来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 当时神就借着哈该先知 当时神借着哈该先知 将大家的焦点转移 将大家的焦点转移 他说过不多时 他说过不多时 你们忍耐多一会儿 你们再忍耐一时 他说过不多时 他说过不多时 他会震动万国 我会震动万国 震动万国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要来施行审判 他是要来施行审判 他对末日 他对末日 他对当时 他对当时 是作出审判 要做出审判 神说什么呢 第九节 神说什么呢 在第九节 他说银子是我的 神说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这个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 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个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不是一个普通人说的 不是一个普通人讲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是万君之耶和华所说的 银子是他的 金子是神的 银子是他的 金子也是神的 有钱人 是神容许这些人有钱 有钱人是神允许这些人有钱 不是真是我们自己赚的 并不是真的是我们自己赚的 是神容许的 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神 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 所以先知去鼓励他们 所以先知鼓励他们 你们不用怕 你们不要怕 我会回来做审判 我会回来做审判 不用怕不够钱 不要怕不够钱 因为钱都是我的 这个殿后来永远会大过之前 这个殿的荣耀会大过之前 当然这里也讲到耶稣基督 当然这里也讲到了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殿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殿 但是哈盖也鼓励他们 但是哈盖也鼓励他们 叫他们过不多时 就是要忍耐多一会儿 就是说过不多时 你们要暂时忍耐一下 而重点也不是钱人上 而是上帝的临在 到时候万国都要羡慕 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万国的真宝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 万国的真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请知不知道你生命有没有耶稣基督呢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耶稣基督 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呢 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呢 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荣耀荣耀 究竟荣耀是什么呢 你整天讲荣耀荣耀 到底什么是荣耀 在希伯来书讲到真正的荣耀 在这里讲到真正的荣耀 就是耶稣所发的光辉 就是神所发挥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用权能命令托住万有 他用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他洗净了人的罪 他洗净了人的罪 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教会 弟兄姐妹 你们是不是觉得今天的教会 教会的情况令你很失望 教会的情况令你很失望 或者你的人生你觉得很失望 或者你的人生你觉得很失望 你认为怎样努力都是徒然呢 因为怎样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他该先知再次鼓励他们 因为有神的同在 你们不要害怕 而且将来会更大的荣耀 其实当我们每次 踏出有信心的回应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每一次 踏出有信心的回应的时候 是一定会有阻拦的 无论你跟随神 无论你是服侍神 或者你想整好一点的家庭 或者你想更好的把家里建好 有些人好像 我都已经回教会了 有的人说我都已经回教会了 但是不觉得我有什么好 但是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好 反观那些未信耶稣的很风光 反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很风光 加上现在疫情 加上现在的疫情 工作或者经济都是越来越差 无论是工作或者经济上 都感觉越来越差 再听到刚才很多的新闻 加上听到之前所发生的那些新闻 我们看到阿富汗的情况 我们看到了阿富汗的情况 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很多难民 我们看到其实还有许多的难民 现在印度的情况都没人知道 现在印度的情况没有人知道 都已经懶得说了 可能都不愿意再去讲它了 因为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可能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要死的就由得它死 如果死的话就让它死吧 是不是觉得很没有盼望呢 是不是觉得很没有盼望 我们会不会是很担心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会很担心 我餐馆没有生意 我的餐馆没有生意 我上班那里又不知道怎么 我工作的地方又不知道怎么样 我难道还要回来教会吗 难道我还要去教会吗 教会都OK啦 有个建筑物了 教会OK 有一个建筑物在那里 我不如顾好我自己先 我还是先顾着我自己吧 要选择去服侍神的路 要选择去服侍神的路 其实一点都是不容易 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你会不会觉得是灰心 你会不会觉得很灰心 很想放弃呢 很想放弃 虽然我们是不知道 虽然我们不知道 我们下一步是怎么样 我们下一步会是怎么样 但藉着今天哈该对他的子民的鼓励 但是借着今天哈该先是对他子民的鼓励 我们相信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我们相信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他真是爱我们 他真的是爱我们的 他道成肉身 他道成肉身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是一个真实的神 他是一个真实的神 不是单单是一个信仰 他不单单是一个信仰 他是爱我们的主 他是爱我们的主 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神 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神 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 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敬拜 我们要领受 我们要领受 但我们必定要有顺服 但是我们必定要有顺服 如果不是我们听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听很多的时候 但是没有去回应 但是我们没有回应 其实都是空洞 其实都是空洞的 就好像那部跑步机一样 就好像那部跑步机一样 是不会在你身上有作用的 它不会在你身上有什么作用 你天天去健身 是不会令你瘦的 每天去健身室 不会令你瘦 但是你每天去 就好像你每天去健身 它不会令你瘦的 但是你进去做 才会有效果 只要你去真的 进入其中去做 才有效果 天天看圣经 好的 每天看圣经是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行动 是没有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行动 是无意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 将我们自己所领受的 将我们自己所领受的 配搭弟兄姐妹 配搭弟兄姐妹 一起去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 一起去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 其实神是不需要人做事的 其实神不需要人去做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神说有就有的了 因为其实神说有就有 他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的 他说有就有 他创造了天地万有 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他的 但是为什么神还要叫 我们一起去做呢 为什么神要我们一起去做呢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人都有神自己的计划 以这个计划是一个永恒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一个永恒的计划 他是要来建立我们 他要建立我们 我相信当中这里有年轻的 也都有年长的 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年轻的 也有年长的 有很多人生经历比我丰富的 在当中 有许多人生经历比我丰富的人 在当中 不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 你所努力的 你所努力的 你所跟随的 你所跟随的 是哪一位呢 是哪一位呢 你真的是我们的上帝吗 真的是我们的上帝吗 还是我们自己呢 还是我们自己 还是这个潮流呢 还是这个潮流 或者这个时势 还是这个时势 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还是说我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神他说什么 但是神怎么说呢 他说他的简选是不会落空的 他说他的简选不会落空 当然了 简选不是说预定了你 不得 或者是预定你 你得的那只简选 这个简选并不是说 已经知道你行还是不行 才去简选 而是神的简选 你的回应 而是说神的简选 加上你的回应 是不会落空 是不会落空的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是将来有更加的荣耀 是将来有更大的荣耀 而我们仰望的 而我们所仰望的 也都是这个是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是那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就是说有头有尾的 就是说有头有尾的 我们要捉住他的应许 我们要抓住他的应许 你知不知道 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 弟兄姐妹 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你试下套 不是说套回神里面 而是你再去望回神 不是说你要套在神里面 而是说你要望向神 究竟神想你现在 如何去利用你已经手上的东西呢 到底神想你怎么样去利用 你现在手上所拥有的呢 如何去建立他的国 怎么样去建立他的国 你说不是哦 我很害怕哦 如果做错了怎么办呢 你说不是哦 我很害怕 如果做错了怎么办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 因为说神与你同在 因为神与你同在 你有没有这些经历 你有没有这样的记忆 当你害怕的时候 当你害怕的时候 只要你与你心爱的人一切的时候 只要你与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忘记了害怕 你就不会忘记了害怕 你会一直走 你会一直往前 因为你的目标一致 因为你们的目标一致 何况和我们走的 是爱我们又有能力的上帝 何况与我们同行的是 爱我们又有能力的上帝 所以如果神给了你一些吩咐 所以如果神给了你一些吩咐 给了一些工作 或者给了一些提示 你要做些什么 给你一些工作 或者给了你一些提示 你要做什么 希望你能够顺服在祂的旨意当中 希望你能够顺服在旨意当中 因言去接受 新郎接受 这个荣耀的命定 这个荣耀的命定 因为我们现在想起将来的 因为我们现在想起将来的 你现在的苦楚 你现在的苦楚 已经是会不介意 就不会再介意了 这个例子很多时候都用在 妈妈生BB的身上 这个例子通常都会用在 妈妈生孩子的事情上 生个孩子的都知道 生孩子是多么痛楚 很多时候生完一个 就说以后我都不会再生了 很多时候生完一个 就说以后我都不会再生了 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又一个 很奇怪 但是很多时候一个接着一个就生 因为他们感受到那种爱 因为他们感受到那种爱 感受到一个生命 感受到那个生命 所以我们不要再 专注那个惧怕或者恐惧 所以我们不要再专注在 那个恐惧惧怕上面 其实神知道我们是软弱 其实神知道我们暖弱 也都顾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也顾念我们只不过是尘土 我们要转眼看耶稣 我们要转眼看耶稣 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能够得住这个永恒的价值 我们要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价值 我们不要惊心 我们不要派发 不要灰心 我们要选择行神的道路 我们要选择神的道路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我们所跟随的是哪一位 我们所跟随的是谁 祂是万有的主 祂是万有的主 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祂是生命的根源 既然是这样 为何我们不愿意呢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愿意呢 得救 得救 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是凭信心的 是凭信心的 是不是我们付上代价 不是我们付上代价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 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 所以 所以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所跟的是哪一位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所跟的是哪一位 我们愿不愿意 去求神的国 神的义呢 去求神的国 神的义 我们通过去回应 我们用祷告去回应 天父 我们感谢祢 我们 谢谢祢给我们的护照 主啊 我们知道有祢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惧怕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所跟着的是谁 我们也愿意地跟着祢 主啊 求祢今天借着祢的话语 让我们更加地认识祢 祢是这么有荣耀的一位神 主啊 祢是从前的神 也是将来的神 主 我们现在 让我们的过去 让我们的现在 也现象给祢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人生 尽力也交托给神 愿意我们借着 以下的一首诗歌 来诗歌